人类如何影响着人类的发展 人类群星闪耀时 共收录14部史学传记 每一部作品都讲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 本书不仅是一部史学的经典之作 同时也是一部新闻界的典范 慈维格的高贵气质 优雅的文笔 以及理想的风格 吸引了众多中国的读者 该书有数十种汉语翻译 大家好 请收看这本书吧 这是一部名为 人类群星闪耀时的书籍 这是一部在全球范围内 流传超过50年的历史人物 这本书的创立者斯蒂芬 慈维格 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大师 还是被世人所承认的 有史以来最佳的自传 他的一生与此书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稍后我会向您做进一步的说明 人类群星闪耀时 共收录14部史学传记 每一部作品都讲述了 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 早在公元前一世纪 罗马发生了一场政治上的灾难 而在一战后 在巴黎举行了和平会议 本书不仅是一部史学的经典之作 同时也是一部新闻界的典范 慈维格的高贵气质 优雅的文笔 以及理想的风格 也吸引了众多的中国人 该书有数十个汉语翻译版本 人类群星闪耀时 以历史特写的方式创作 具有强烈的图像 观赏性和细致的性格特征 最近几年 有一种影像名词 被称为决定性时刻 意思是 任何东西 都有它最关键的瞬间 可以展现出其全部的面貌和内容 正是由于十四个禁景 慈维格才将其取名为 人类群星闪耀时 仿佛十四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历史性时刻 他说 一个国家 要从千千万万的人口中 选出一个人才来 而对于一个天赋异禀的人来说 这样的辉煌 也不过是在一天之内 或者是一秒钟之内 这个群星闪耀的时间 往往要经过很久的时间 这不是很刺激吗 但是 如果是在一个历史的国度中 说出这样的话 就会让人产生怀疑 没有人会质疑这本书的文学性 可是 我们是否可以将其视为 一不严谨的史实 慈维格是一位传记高手 他对自己的作品使用得越是娴熟 那些喜欢历史学家们的人 就会感到不满 认为自己 不应该把自己的观点 放在客观的角度上 现在 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 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上 最著名的文学作品 我用两个不同的段落 来解释他 第一节 我们从决定性的角度探讨 是否可以 从他个人的角度去看待 为何 第二节 让我们来看一下 慈维格所选择的那些 瞬间 请谈谈 他对历史的看法 有何特色 第一段 我们首先 要谈的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是否可以像慈维格一样 在叙述的过程中 加入很多的心理学 和情感的描述 首先 我要说一下我的总结 从历史角度来看 这个观点是可行的 为何如此 让我们从更深层的问题开始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历史 在希腊人的分类中 没有把历史看作是一种真实的学问 亚里士多德研究了那个时代的每一门科目 但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他认为 过去的一切都不必去想 而应该去想 将来会怎样 他认为只有特定的偶然意义的历史活动 才能使它在永恒中显得微不足道 换言之 与我们中国古代的人们不同 他们以史学为基础 而不相信史学具有见往之来之用 古希腊的观点也有其原因 事实证明 历史并不能给人们精确的预言将来的必然法则 然而 人们对历史总是充满了好奇 有些人认为 在人们的思想中 时间的观念 要远大于对空间的认识 你可以回顾 总的来说 人们对过去的历史 和对未来的预言 比对未知的事物更感兴趣 我们为何热衷于研究历史 过去的事情 尽管不是必然的 但也是有可能的 在这个没有必然的时代 也许是最好的新闻 此外 在人类的精神和情绪经验中 有可能是一种期望 只要有了一个盼头 那么 这个人就会主动地做出决定和采取措施 不断地创造出有价值的历史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 它展现了一个社会团体的 可回味和灵魂的传承 这能使大众认同一个 共同的文化认同 说到这里 人们的情绪和心理活动 或者说人性 都和我们的客观的生活有关系 很多历史学家都相信 人类的本性 才是历史的真谛 对历史的学习 并非以对客观的东西进行考察 它主要是对人类心理发展的考察 及人类的本性 而事物与事物 只不过是人的行为 所遗留下来的印记而已 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重大信息 就是人类的信息 所谓恢复史实 不仅是为了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更是为了让人们看到这一切的本质 关于历史对于将来的影响 我们不能从一个特定的事件中 得到确切的答案 但却可以从人的起源 人性发展的角度 找到人的终极目标 换句话说 人类才是决定性的 因此 茨维格从人类的角度来描写历史 是与历史相一致的 也是他的专长 茨维格最善于洞察角色的内心和情绪 被批评者誉为具有X设限般的精神分析 现在 我们再次谈谈他对历史的看法 从结果上来看 他的这个办法 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明显 在历史和社会分析中 人类总是寻求肯定 力求确立一个具有普世性的准则 极尽可能地贴近于科学 这样做的后果是 稍微偏离了一些 就会造成很大的扭曲 例如 以前 人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评价 第一个指标就是GDP 之后 一些人意识到 GDP也是一种偏颇 于是就提出了幸福指数作为补充 这种方法 就像是技术分析 用线条来判断股票的走向 虽然不能说没有作用 但也不是绝对的 我们都清楚 在没有完全由 EAI操作的情况下 股票市场中的交易员 依然是一种复杂的心态 要知道 说起历史来 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考模式 都离不开 此外 不能只从其行动的后果 来判断其历史的重要性 也要从其当时的目的和思想上 加以恢复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看见 思维如何转化为实际的行为 从而能够对人类进行全方位的考察 茨维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让我们以这本书的结尾为例 这是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 1918年12月 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 威尔逊出访欧洲 力劝英法等战败国 采纳他的14项准则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理想的想法 其中包含取消命令外交 不要强迫被打败的国家签订耻辱的协议 以及公平对待殖民地问题 威尔逊开车经过香榭利社大道时 巴黎人民热烈地迎接他 他愈来愈轻松 愈意欣喜若狂 感到自己没有听从那些顾问的建议 而是自己来参加这次会谈 他要用自己的积极的精神 去征服僵化的欧洲制度 他相信所提出的计划是公平的 能够给全世界带来持久的安宁 因此 在协商过程中 由于他的想法没有能按时转化为合同 使得僵局持续了很久 欧洲的形势也有所改变 在这个时候 美国内部也有人批评他过于关心国外 没有从美国人的利益出发 1919年4月3日 威尔逊63岁 因过度劳累而死于巴黎 在4月7日 奥巴马尝试用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来给其他的人施加压力 他宣布自己要回来了 这意味着他宁愿放弃 美国也不会同意 茨维格在书中写道 这个时候将会影响到欧洲的未来数十年 乃至数百年 可惜 这本书的标题是 威尔逊的失败 这部小说创作于1940年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 奥地利被德国占领 茨维格的故乡 作为一个犹太人 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知名作者 他早已被德国流放到了海外 茨维格的看法很清楚 22年之前 威尔逊的星光灿烂 是威尔逊的星光灿烂 一场战争不会造成纳粹的灾难 也不会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关于茨维格的未来 我将在以后谈到 让我们继续谈谈威尔逊如何被打败 此刻的威尔逊 可谓是四面受敌 全球的公众都在谴责他 一心一意地反对国际社会的稳定 那些曾期望过他的人 如今都已不复存在 就算是被打败的国家也要他让步 在家里 他的支持者们都写了封信 希望他能收回这条命令 威尔逊觉得自己很虚弱 很寂寞 最终还是决定服从他们 大家都称赞他是个聪明的政客 对他来说 这种赞美就像是在燃烧他的心灵 他的声望和权势都一蹶不振了 他所搭乘的那艘汽艇离开了岸边 连望一望欧洲的心都没有了 从这一段历史的静景中 可以看出茨维格的创作手法 是非常具有主观性的 你瞧 威尔逊的想法 其他人是不会明白的 而且 他在归途中 只是惋惜地望了一眼欧洲 又或者 他根本就没有去过 只是用了一种艺术 来表达自己的心态 我们能感受到 在人类的历史背景下 这样的写作是可行的 而且有其必要性 好吧 让我们谈谈茨维格的 近代史特稿吧 我认为 首先 他运用了心理学与文学的方法 将人类的历史事件 与人类的心态结合起来 尽管人们经常说 我思所以我在 但是 它的发展 不仅取决于思维 而且取决于实践 因此 可以说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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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维格的历史叙述 并非是一部客观的计时 或抽象的思想史 它的静景 就像是两面倒立的镜子 将自己的想法和动作 衬托得淋漓尽致 茨维格的最好的作品 是他的其他作家 蒙田和罗曼黑色小方块 罗兰这样的欧洲作家 茨维格最著名的自传是 《三巨人》 讲述了三位伟大的巴尔扎克 狄更斯 托斯托 耶夫斯基 茨维格也曾在 《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描写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之事是 是一桩举世文明的历史事件 83岁时 他离开了家 最终在 遥远的一个车站去世 他这么做的原因 到底是出于谨慎考虑 亦或只是正常的老人病症 与俄罗斯的历史有何关联 茨维格在本书中运用了一种非常冒险的方式 来描述这个故事 他在托尔斯泰的一出自传剧本中 完成了三个场景的续集 为托尔斯泰撰写一篇长篇的独白 由他自己来叙述自己的思想 托尔斯泰在他的最后几个世纪里 最令他感到悲哀的是 他的爵位 使他感到自己的人生与他的想法格格不入 那天有两名学生提出要他去支援俄国的改革 但是托尔斯泰却拒绝了这种暴力和杀戮 所以这个大学生冒昧地问他 你干嘛要在这座庄园里用银制的刀叉用餐 而不亲自体会一下贫困的滋味呢 托尔斯泰对这个学生表示了感激 而不是生气 他决定一走了之 一贫如洗地赶到车站 在茨维格的剧本中 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并非圣徒 我不过是一个软弱 衰弱的老头子 我从不能说实话 假如我死在这里 我的生命也会变得不正直 我要做的 就是让我受尽折磨的事情 也许死亡就在等着我 而我 我面对着他 无所畏惧 只要你对托尔斯泰的工作和生活有所了解 就会发现这种设置与他的思维方式十分契合 他可以让你深入他的内在 了解他看似自相矛盾的举止 茨维格在叙述历史时 不仅擅长运用这样的手法 而且在叙述过程中 他也一直在运用现代观点 及他所生活的时代 茨维格的看法 我们稍后再谈 他的看法 也是很不公正的 在历史学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规律 人类总是在不断的前进 现代人的心灵境界总是与以前的不同 要真正理解古代的人 就必须要有一种理解的怜悯 但是 我们必须从当代的灵魂出发 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反思 由于我们在大量的时间里 对我们的历史有一定的当代意义 所以 同样的一部历史 往往会被人反复地学习和推翻 第二段 因此 争论不断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拿现代的人类来说 政治 经济 宗教 能源 气候等诸多因素 都纠缠在了一块 谁也不知道 哪个因素 会引发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 究竟有哪些重大事件 能影响一个时代的未来 很有希望在很多年之后 我们不会看到它 我们可以听听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研究方式 茨维格是一位精神分析师 同时也是一位传记专家 我们刚刚谈到他的历史观 观察 以及他的叙述方式 在第二节中 我们将再次讨论其对历史的阐释 人类群星闪耀时 14个短片并非胡乱拼贴 而是根据茨维格对关键时刻的精确评判 我说过 这本书的上一部是在1940年完成的 第二部是1912年的 这本书的创作 在它整个的创作过程中 都是如此 从题材上来看 这些历史时刻可以分为三种 一种是 一种是支配着西部大陆的一刹那 一种是人类在寻找着这个时代的一刹那 一种是人的思维与艺术 在这三种不同的时期 人们的情绪 性格 甚至是突如其来的灵感 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现在 让我们来看一下 茨维格的权势系统中 有何不同之处 让我们从政治上讲起 1453年5月29日 军事坦丁堡 即拜占庭帝国的首府 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打击下 宣告了罗马帝国的覆灭 成为了许多历史学家们的终结 茨维格说的更有感染力 他相信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个性 是如何影响到这一历史性的一刻的 军事坦丁堡沦陷两年多之前 穆罕默德在得知自己的父亲死后 苏丹就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和心机 他一个人骑着自己最好的骏马 一口气奔出120多公里 回到海边 然后飞快地渡过大海 召集了一支精英军队 准备夺取苏丹王位 他上任之后 首先派出了刺客 将自己尚未成年的哥哥 溺毙在枣盆中 那年 穆罕默德才21岁 军事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唯一的城市 但却是整个东方文化的圣地 穆罕默德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 他残酷而又粗暴 热爱艺术 知识渊博 勇敢又狂热 他的梦想是要超越他的父亲 把这个基督教的标志 从这个国家中抹去 此外 他还是一位手腕高明 厚颜无耻的外交官 在做好准备工作前 他竭尽所能地宣传着这一点 他依照古兰经起了誓言 要同东罗马帝国保持和睦 而在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之后 他就直接开战了 经过了上千年的建设和加强 军事坦丁堡 由三重石头城组成 周围是一座被称为无敌的高塔 穆罕默德知道的最多 但是他那不顾死活的毅力 却使他有一种奇异的创造性 他花了很大的代价 制造出了一种世界上最大的抛射机 整个部队用了两个多月的功夫 终于将其运到了城外 穆罕默德进入城市之后 不顾自己的收获 直奔城市中央的大教堂 下令把所有基督教的象征都拆掉 茨维格说 历史往往偏爱那些有权势的人 他们的性情 就像他们的命运那样 令人难以琢磨 但是 也有很多的历史时刻 是由平凡的人物塑造出来的 1815拿破仑 从放逐地回到法国 他的宿敌 立即组建了一个新的反法联盟 并集结了比他多一倍的军队 拿破仑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 将一支部队交给了诚实 而又值得信赖的副将格鲁西 6月18日 拿破仑的主力部队 同英国军队在滑铁卢交火 这场战争的胜负 将取决于哪一方的支援来得更早 然而 由于拿破仑未下旨意 格鲁西惆怅不定 错过了最佳时机 茨维格在书中写道 格鲁西考虑了一分钟 他的命运 拿破仑的命运 以及整个地球的命运 如果他不是对国王的愚蠢和忠诚 而是勇气和决心 那么法国就会被拯救 只有勇敢的人 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 面对这样的任务 他们不会感激 反而会恐惧 他们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希望 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一件事 本书最新版本的封面上 写着这样一段话 在改变我们的人生的时候 迟疑就是失败 从这场战争的历史性角度看 这一次的决策 的确是彻底地改变了19世纪的格局 你有没有注意到 茨维格说的话里 存在着极大的偏颇 那就是 他将自己的认知 与欧洲的核心 与西方一样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一点 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有所体现 在他的作品中 欧洲人对世界的探险 和对人类的探险一样 尽管这里早已是土著 这一次的辉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一次残酷的侵略和抢劫 然而 茨维格却是一位学识 与实践相结合的人 他于1942年被放逐至巴西 当时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 已经完全失去希望 他相信 西方的文化已不在 因此与他的夫人一起自尽 在他的临终前 他这样写道 我用我的话传播的那个天地 对我而言 是一种堕落 我的灵魂欧洲被摧毁了 我没有了重新开始 我的生命的空间 他的思想中 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 西方化的骄傲 但是他也敢于为了这种思想 而牺牲自己 讲人性在政坛上的作用 让我们再次探讨一下 在人类的探索与发现中 有怎样的复杂性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 大的地理学探索 是伴随着贪婪 罪恶和残忍而来的 他并没有他所说的那样崇高 哥伦布是一个伟大的冒险家 但是 茨维格写道 哥伦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才能 他对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都深信不疑 由于他的自负和煽动 欧洲的野蛮的冒险者 疯狂的暴徒们 都渴望到新世界 来劫掠金银和奴隶 他们不怕死亡 就怕安安静静地干活 他们当中 有一个叫巴尔沃亚的西班牙人 他到美洲去冒险 是为了偿还债务 巴尔沃亚是有史以来 首位横跨美洲的欧洲国家 从茨维格的叙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前进的动机非常单纯 由于一路上的犯罪行为 他受到了国家的通缉 在他的眼中 不是屈尊降跪 就是被绑在绞刑架上 就是带领一群人 去开拓新的世界 茨维格称之为逃离永生 也就是说 他们将自己的肮脏和肮脏的本性 隐藏在一段辉煌的历史中 我感觉这个思路 和某些历史上的大佬们 有些相似之处 最终 巴尔沃亚被他的同伴 后来征服了印家的冒险者 皮萨罗抓住了 他的下场是 刽子手的镰刀一挥 那个曾经拥有 两个海洋的人的眼睛 就失去了生命 我没有胡说八道 难道茨维格 已经用人类代替了欧洲人 以前的美洲人 未必就没有去过这片土地 与那些冒险者相比 这是一种更值得尊敬和荣耀的探险 1858年 美国工业家菲尔德 围在欧美两个国家之间 架设了一条海底通讯光纜 以前谁也不会想到这么大的项目 接连两次布线都以失败告终 菲尔德为此付出了一笔巨款 花费了数年之久 不但是那些董事给他施压 就连大家也都在骂他是个骗子 1865年7月 菲尔德在沉默了几年之后 终于凑够了钱 购买了一艘大船 准备出海 这一次 他不仅顺利完成了任务 还将以前被破坏掉的电线 重新连接起来 打通了美洲与欧洲之间的 两座通讯桥 让人们首次跨海交流 茨维格这样描述菲尔德 他具有对神奇事物的 淳朴与勇敢 充满了对探险和信仰的热情 他是个生意人 也是个英雄 而在互联网的年代里 最受人敬仰 改变世界的革新派们 他们的品格也是如此 本书中的第三种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瞬间 是人的思维 与艺术的顶峰 通常情况下 这样的机会 都是给那些 有天赋的人 和大人物们准备的 托尔斯泰 还有托斯托耶夫斯基 哥德 还有伟大的亨德尔 我要说的 是一部名为 一夜之间的天才的 不寻常的事情 1792年 法国发生了三次革命 法国斯特拉斯堡市的 一位城主 在一次告别晚宴中 邀请了一位 名叫鲁热的少校 为来因军团的将士们 准备了一曲战曲 鲁热虽然算不上 出色的乐师 但为人却非常老实 他之所以同意 完全就是想讨好一下 这位镇长和他的同僚 他从半夜起 就开始写了 此时 城里的市民和军人们 都被这种 狂热的情绪所感染 他首先写道 我的同胞们 伟大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茨维格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 一种神圣的力量 一种不是他自己的 兴奋和热情 突然袭击了这个 本来就很狭窄的人 在他的天赋 发动的一刹那 他整个人 就被抛上了天空 砸向了漫天的繁星 一晚上 鲁热队长成为了永生 这是他1792年4月26日 清晨创作的 也就是后来法国的 《马赛曲》 我认为 茨维格的这个比喻 最能说明 历史的随机性 和艺术的不确定性 概要 那么 人类群星闪耀时的 经典历史故事 就到这里了 请看今天的主要内容 本书描述了14个 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节论述了历史的决定 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在这一背景下 茨维格对历史的 研究方式与特征 历史不会给我们必然 但会给我们一些机会 这很有意义 人类的本性 就是人类的本性 因此 人类可以从决定性的角度 来看待历史 茨维格通过 对人类思维与行为之间的 复杂联系 进行了分析 在茨维格看来 这是一个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 可以分为三种 一种是影响西部格局的瞬间 一种是人类对世界的探寻 另一种是人类的思维与艺术 在那些历史性的瞬间 人们的情绪 性格 以及突如其来的灵感 都扮演着重要角色